人行道上這方型建築又大又突兀 高度大約兩層樓高 住在一旁的住戶完全被擋住 家門前只剩一條小巷 有網友欺詐貼文指控 違建蓋到別人店面二樓高 擋到合法建物權利 出入口只有一個門 逃生沒問題嗎 還有明明被命令七月四號前 務必要拆除 卻不見任何動作 就擋到人家行走的動線 政府單位應該要來處理了 那邊被占據了是覺得不太方便 當初我們就是覺得 它這一塊怎麼會是規劃健身房 然後在下面 原來這裡在101年之前 就有鐵架跟玻璃 最近一兩年有健身房業者乘租 把玻璃改成細酸蓋板 建物體積變大又變胖 但其實這塊地本身就是 建築物法定空地 只是101年之前的違建 暫時不拆除 後面新家的已經違規了 一定要拆 健身房店員表示 他們只是租空間不方便回應 只是違建建築卡路上 被擋到的行人住戶恐怕都超級困擾 記者楊世武 陳山山高雄 採訪報導 雪姥 雪姥 雪跑 雪 雨 雪 雪 雪 im